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问题 你会问薯片什么时候吃吗 不会的 这个是我的薯片 上面这个最好吃 摄影师先吃吧 这太为难我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说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discover 是带来的 说 重心心乱 不是带来的 然后走来的 然后走来的 再走了 我们的 嗨 嗨 周末快乐 天天快乐 在广西其实就是十万大山嘛 大家一想到广西会和云南结合辽境 然后这边的年轻人呢 就可能不会像一线城市说那么的朝九晚五 所以在周末的时候 加班文化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大家就会喜欢 就是亲近一下自然感受一下 就是这种山野空间里面带来的生活 和平时在城市里面不一样的感觉 对 这边长大就是跟水里面这个氛围 对 跟那种依赛城市长大的小孩子 还是不大一样的生活氛围 其实很多南京人或者广西吧 他们像说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接触京阳文化这么深 广西这个文化调性 与别于北京或者深圳或者上海说 我京阳可能是小资的 要吃的西餐或者brunch 或者就是薯淘炸鸡 我们这边也可以配着 糟糕牛杂 一样和平安 我觉得不要去下任何的定义 它应该属于什么样的人群 它只是一种 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个调制的方式 这是为什么会这样 你要用手提一下一下才能 我们先试一下 试一下 第一款 第一款吧 是什么 布华艾尔 对 这个就是比较清爽的一款酒 觉得在南京这个地方 大家更喜欢喝就是轻一点的口味的 这香香喝确实还挺舒服的 你个人其实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山苍子 山苍子口味的 因为它确实很清淡 跟百香果比起来 它的那个风味会更明显一点 山苍子的 而且夏天喝 特别是南宁天气很热 然后如果你吃的口味 又在比较重一点的时候 那个就是很解腻很清爽 山苍子也是 桂花也是 在广西来说是比较独特 口味是市面上没有的 然后当时我说太难了 这个味道 就是它的味道太重了 搞了蛮久了 吃了蛮久才这么稳定 这里是南宁一个 比较老牌的交易市场 然后基本上这里面 卖很多都有 它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就是从我小的时候 它就一直在 陈皮 桂皮 八角 葳香叶 桃果都是我们做菜 经常用的一些香料 哪一些是广西厕所的 老板 那个桂花呢 很香 谢谢 很香 非常香 柳月桂花香就是讲的是往昔 柳月桂花香出来的味道 会会更纯 更透一些的 这个就是我们山苍子 看着很漂亮 对 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桂果柠檬的味道 真的 很香 好强的柠檬的味道 是的 这个真的是大牌其他的 三料王者 放在前面 这个是巴马的火麻 跟我们本地的韭菜 火麻是一种香料吗 不是 它是一种中药材 结合所有广西周边的食材 然后来融合现在餐饮饮食 包括人些所需要的一些调理 夏天的季节 它需要 它人体要需要 排毒去世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干锅羊肉 然后里面用的香料有这个 山苍子 甘蔗 最早知道这个香料是在这个菜里面 就是山苍子 在菜里面来说 一是它可以综合口味 然后增加菜品的层次感 第二它确实有这个功效 去吃排毒 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养生了嘛 然后夏天又很闷热 然后它的口感 因为是比较清香的 正好综合了肉类的那种 油腻的透重感 就是有受这个启发说 其实这样的香料 我们是可以用来做成酒的 算是一个创新吧 然后也比较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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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230了 现场呢 1 1 6 3 0 然后就9 3 1 5 出口 这跟开车感觉还不一样 因为前面很窄 放这个上面 对对对 直接这样放 多几点 哎呀那你这样可以挑很多水果原料 确实 想吃什么的话 就在库里边看看有什么 你有试过拿下水果来酿过吗 试过 就最简单的百香果 跟柠檬嘛 这两个处理起来会很方便 火龙狗 嗯 哎呀那你其实在 加酿前都是在这边工作 现在也在 也在 一般就忙半天吧 下午就很无聊 所以开车酿酒了 你是咋入门的 一个朋友他跟我一样在这边 他先酿的 他还跟我说 他在酿酒 我说什么东西呢 我说看一看 完了然后就开始就喷了 今天做一个酸埃尔 试一下这油桃风味出来怎么样 第一次见在厕所里洗的 一般加一两东西过去厕所 只有在厕所里边洗下口里的干净 天包机灵 倒计时四十分钟 不够不 不敬 不增 不解 事故 空中无死 无受小行事 无眼耳迷舍声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眼尖 站住 都连准了 没办法 和去 el 现在就是要把洗好的水果全加进去吗 对 现在就差不多发酵完了 就准备往里边投这个油桃 然后可能后期的话 可能会投一些野菌酵母 让它自然发酵 也不用空温 不用管它 像这样投水果的 你试过的多吗 试过呀 试过那两桶就是 一个樱桃 然后一个野酸枣 因为油桃这个味道其实挺淡的 不怎么出风味 想试一试 然后等三到六个月 就能尝到它的味道了 到时候得打出来试一试 看它风味有没有那么明显 不行的话可能会清泡时间更久 就时间长一点 可能会不好一些 就不用管它 所以今天酿造结束了 对 结束了 你们要不自己倒 来 有那味儿 后煮时间还不够 糖多了点吧 就刚开始入坑的时候 我一本书没有看过 对金酱一点都不了解 就完全不了解 就按照它那个视频去做 我记得那个第一个酒是一个烟熏波特 那个酒我还打了比赛 都您吃了吗 没有 他们搞了一个品鉴活动 就是大家会把自己的酒带水给大家品鉴 我当时好自豪 我带出去 因为那女娘就是很少嘛 然后当时我知道那个酒就是这么大一个瓶子 一打开以后直接就喷到这 喷到这 气发发的糖太多了呀 然后喷完还剩这么一丢丢 然后有差不多十个人 我带了三瓶 十个人就分三瓶的这么丢丢 然后都说好 都说好 给你鼓励吗 还是真的好 就是鼓励呀 因为本来女的就很少 又是我酿的第一啤酒嘛 大家就真的是我感觉 后来自己想一想 是真的 他们是怎么喝下去的 我好像还有一瓶 就是唯一的一瓶 泽尔跟拉格 唯一的一瓶 全球唯一的 这个这是全球最后一瓶 泽尔跟拉格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酒已经有一年多了 应该泽尔跟的风味不怎么能 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闻到 来 我也来 我也来 来 就是你先闻嘛 就是那个泥巴味道 超跟泥巴那个味道 但是它没有像鱼心炒那种刺的味道 对 尤尔也就是泥巴的 喝 我现在应该没得耗鸡些吧 我不尝试的 来嘛 不不不不 行行行 我得尝 泽尔跟 这也太不要了 喝起来没有什么怪的 泽尔跟 那你闻到那个味道吗 只有一点泥薯的味道 没有刺激的味道 完全接受不了 你们俩 泽尔跟 泽尔跟的啤酒 好嘞 听到都不想喝 都不想是吗 还是有距离 泽尔威的那种种火药的那种 是 就很多喝的都是草药 或者是泥土味 泽尔根不明显 是的 泽尔根的印象牌 就是这种 就鱼腥味特别重的 但我觉得它没有鱼腥味的 我觉得它就是香 这个是分人 对 就是这个 你觉得和我觉得的问题 所以我感觉这个挺有意思的 就是真的 可能跟消费者之间 这个东西 很牛的酒款之间 跟他们永远有距离 在这边请少量 对 它是一个设计师酒店 他们这就是在地的很多的 木材 然后都是选用当地的 就是我可能想要一样一款酒 就是跟木质隔掉有关系 所以就选在这儿 我们来找适合我们去做酿酒的木材 用木头酿酒 这个是不是很早 很早 最早的时候 放酒的容器就是木头做的木桶 就大家会发现 就是特殊的木质 有特殊的氛围 我们试图把 两件分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最终把它汇合在一起 我要做一款怎样的酒 在雷边是不是雷通 这一颗 哇 这个确实蛮糊啊 这个就开始 它脚下有点脏了 有一点 八角跟桂皮的混合的味道 这个还这么香啊 比我想象中的要有味道很多 挺独特的啊 它这个味道回去烘干了 就会减弱很多 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部位啊 白色的这个部位 它的味道就很浅 然后深色部位味道就很浓 所以还有其他的工程的那些 要用的木料在哪里 有啊在在工程里 哦 送一份 那行 那带我们去看看菜机一下 本来就是做一款主题是木 木质感的啤酒 上面你有没有那个 这个你有没有这个鱼木的原料 原料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原料 算了 好 四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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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木质感 就像上木一样 南木是给我周围的南木 这是南木 哦 平时啊 要喝 哦 哦 它已经能闻到它味道 我切丢丢满这个南木 哦 全是这种鱼拓的 哦 我觉得最适合的是这个木头 跟我们刚才 这本地的商商木 我工作室还有很多木头 包括很多木头磨成的粉 木头它的固态 跟它磨成粉粿 是两种味道的 那行 那我们要不就 回去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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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本营建筑师事务所 对 我们是一个独动的建筑 然后一楼拿来酱酒 然后二楼是我们的一岳建筑师师务所 你同学都还在 他们在 他们终于 就不下班的建筑师 对 你们今天还在卷 这个是二楼 是整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办公的空间 这边就是一个工区 我看你没共有三层 有两层 两层 顶楼那个不算 没有用 还有个路坛 对 一个小路坛 那我们走过去 走 看着去 这是就是我们的谈话间 可以帮大家坐在这里讨论 挺好 那你是怎么有加入这家建筑师事务所的 要九年 要九年 当时我们这儿还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成型 也不知道干什么 最后就选择了可能 一个是做建筑设计嘛 还有一方面就是做啤酒 就是 汉四好像两个根本不会 同时出现在一个综合体力头的东西 然后我们把它实现 那其实一九年你一来就酿酒 没有 之前是扎酿 纯扎酿 纯土炮 对 在这边就是鸟枪换炮 然后去整了一些 可以说在扎酿里头就特别顶的设备 你酿酒的在一楼 酿酒的在一楼 你等我去看 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个小的原杀料空间 然后这边 很多东西 就很多麦芽嘛 基本上就是这些所有的鸡脉 然后这边就是去保存所有的酵母 还有一些木桶 嗯 就这之前的木桶 这 之前的一些 这是一个橡木桶的木桶 对 这个不到 一会儿我们可以打开闻闻闻闻 对 你这边还有木桶吗 有的 有的 这边有 有巨多木桶 我就 就是平常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木桶 这些都是各式各样的 橡木桶车间的红酒桶的桶械 那这个很香 对 底下有红酒桶 对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木桶 这个桶械是特别珍贵的 这个桶械是 不是我这个吗 对 这个桶械是一个 一九七零年的 要拍回来 然后要去做出户的清理 不是 你当时用这个 五十克去做了一批试验 做出来之后就是 倒出来之后就 就就完全不是那种 什么样的 这 Polosha人桶的风味 对 这是南木 南木 这碎屋 接触风不大吗 你能明显感觉到 还有一股啤酒的风味在里头 不好闻到了吗 甚至我闻到皮股花的味道 有一股淡淡的皮股花的味道在里头 在里头 我们不如今天就对香肠跟南木去做一个实验 然后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大概 每升 每升啤酒 我大概会用到七到九克的左右的这个木料 只用这么少啊 对 这个东西不需要多 就是 它只是一个就是辅料 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主料 然后因为这个木头 而且今天这个木头还是湿的 我们可以就是适当的去减缓一下它的料 是九点七 二十克相当于 用两种 这个两种木头嘛 试一试 很期待 这边去 好 走 现在就要去投放吗 对 我酿酒的房间就在这里 从那边过来就是 对 第一步是要做什么 就灭活处理 灭活 其实就是一个消毒 因为它里头肯定有很多细菌 它会影响我们啤酒 然后给它蒸制一下 然后这也是一个铝制的涂膜 就是因为啤酒最大的机会就是细菌 好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 这两款酒都是我去年实验过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 这个 这个可以拿手机打个灯 虫 对 它里头有一根虫草 你看它这个瓶子是一个透光的瓶子 哦 我看到了 在这 看到吗 在这 对 这个你可以试一试 它是一个大概13度的下发酵的英式大麦烈酒 它在发酵完之后 每天都加一根虫草 那根虫草可以生吃 这么补 我觉得主要是心理安慰 就是你非要说功效 你就当它是一种菌 就吃起来新鲜 这有那个一种像檀 檀香还是什么 就我第一次给我的发小尝那个酒 当然他平常不怎么喝啤酒 他感觉他拿了他爸的珠子 在那舔了半天 感觉就是有一种很 对对对 很熟悉的珠子的味道 就做他其实最早还是跟他们去聊关于建筑 关于心中事 就什么叫心中事 把一切能够堆的贵的东西 看起来传统的东西 放在一起就叫极致的心中事 所以在啤酒里头也就是 虫草嘛 然后这种名贵的木材 好喝 好吧 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就消毒很关键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 只是为了实验它的氛围 就是简单做一下消毒处理 小心啊 这个环节一定要小心 有很多 酿酒树的伤都是在这 回到室温之后我们再投到这个发酵罐里头 对 我们的蒸木头 还是挺香的 再投进去就好了 对 因为主要只是做氛围实验嘛 然后我们大家会 我会让它能储藏四十五天左右 然后四十五天之后 我们再来尝一下它的氛围 非常期待了 木头味的皮静 好 完成 搞定 搞定 这里是冠阳县 山仓子算是这边的一个天然香料嘛 今天咱们往前开 在前面那个山上会有一块山仓子的综艺基地 夏天要到了就可以收果实了 看看我们的果 今天长得特别漂亮的一种 果子直接的特别饱满 而且特别多 这一株是吧 对 这一株是这一片最好的株 我上次来看过 上面全是 它的一颗 要跟普通的要 多一倍的产 这一株大概能有多少钱啊 这一株要看这种产量的话 起码要到六斤左右 这个闻 闻不到它的味道 你把它捏破了以后 这个特别有穿透 它在空气穿透几米远的问题 几米远 嗯 这风有风的话 一点米远能穿透 它的味道特别浓郁 它这个种子的含油大概是4% 但是咱们这个山仓子整株都含油 叶片净杆 都是含油的 对 都含油 但是含的第一点 整株都能加工的 而且它那个根 根还是一味中药 种子是中药 根也是中药 这叶子都有味道 对 你把这叶子捏上 叶子都有很浓的 很浓郁的味道 所以说咱们这个山上骨 全身都是宝 起码大家想到广西 就会觉得这地方很热 大山 一开始酿酒的时候 我就会希望说 能把本身 大家一听到是广西 然后能想到出来 到脑子里的想法 做成酒 让大家能品尝到 属于广西的特色 可能在南宁或者二三县来说 酿酿啤酒汁的占比 还是比较小的 尝试到接受过程 也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且大家给今天要订一订的 还是小资 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啤酒来说 消费者没有那么高的品鉴需求 它不是什么刚需 它就是你生活中的一个调剂品 我觉得只要有人喜欢它 就是好的 作为创者来说 你肯定希望做一个大家喜欢的 有人爱喝的 它能长长久久的 能在这个市场上面存活下去的 一款酒 也希望能更打开 三厢子的产业 能改善一下当地的经济情况 不同的消费者可能有老涛 有一些刚开始的爱好者和那种小白 就所有的最喜欢的 最不喜欢的是反着的 这每一样的酒 它都有一个不同的针对人群 然后这款酒 经过三个月的酿造 还有厨子 现在它的风味 已经到了最佳的状态 颜色也非常地诱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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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ver Seb vaccin 让她走 ями 一次 还要是 个人 未经历 你 凶 离 未经历 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